老者在家离奇自杀 巨额遗产被赠予一个护士 侦探调查发现疑点重重 各种证据指向无辜护士 这一切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今天某位就给大家讲一部烧脑犯罪电影 历刃出鞘 85岁知名小说家被发现自吻于家中 警察盘问得知 死者在前一天还因自己生日举办了家庭宴会 但参会众人都有不在场证明 因此警察只好判定是小说家自杀 此时一个接受匿名委托的侦探站了出来 他表示此事仍有一点 从杀人动机角度出发 侦探发现生日会当晚家族 有几个人都与死者发生过争执 但这几人的解释十分合理 不像会因为争执而起杀心 次日侦探找到小说家的私人护士莱拉协助调查案件 虽然这个护士笨手笨脚总帮倒忙 但还是帮侦探找到了一丝线索 小说家别墅梯子上掉下的木块 虽然这不能帮侦探找到凶手 但这下侦探知道了凶手的犯案手法了 不久律师过来召集众人宣读遗嘱 巨额遗产竟然被赠予小说家的护士莱拉 家族众人围向莱拉扼语相向 好在这时小说家的外孙罗杰斯解围带走了莱拉 两人到了一个酒吧 莱拉向罗杰斯坦白是他杀死的小说家 当晚宴会后 护士像往常一样给小说家打药 但是他不小心把马菲和另一个药瓶子拿错 这导致他注射了过量的马菲给小说家 这个错误可是会让小说家十分钟内死掉 焦急的莱拉赶紧打120 但是小说家知道已经来不及了 他用自己这犯罪小说的经验告诉莱拉一个方案 然后当着莱拉的面自杀了 莱拉则按照小说家的吩咐 先下楼在众人面前离开 然后爬梯子回到小说家房间 换上小说家衣服 让众人看见身影再离开 制造出不在场证明 告诉罗杰斯一切后 莱拉表示小说家维护自己的疑惑 罗杰斯说 应该是小说家早就写好把财产给你的遗嘱 但如果你和他的死亡扯上关系 那么遗嘱就无效了 所以他希望你是清白的 小说家想给家族这群只知道啃老的人 一个教训 才费尽心机把遗产给你 同时罗杰斯也表示 看家族啃老不顺眼很久了 第二天 莱拉接到一份小说家的血液检测报告的匪页 上面还写着 我知道你做了什么 惊慌的莱拉找到罗杰斯 两人找到血检的化验所 可没想到这里已经失火 所有报告都被烧了 同时莱拉接到了一个写了地址的短信 就在两人动身去短信地址的路上 侦探赶来抓走了罗杰斯 莱拉虽然诧异 但心里还想着那个地址 于是他骗侦探与其一起去 到了地方 莱拉自己进去 却发现小说家的女仆被绑在这里 还被人注射了过量的麻菲 莱拉赶紧对女仆采取了急救措施 还打了120 这时外面莫名来了很多警察 可看到的是莱拉在救人 于是把女仆送去医院后 莱拉在与侦探回去的路上 坦白了一切 侦探表示 罗杰斯也供出了他 到了小说家别墅 莱拉想起女仆在他急救时告诉他的话 于是莱拉根据这个消息 拿到了一份完整的血检报告 交给了侦探 随后他打算向众人坦白 并放弃财产继承权权 但看了报告的侦探阻止了他 并向家族宣布 就是小说家自杀来结案 等警察带来罗杰斯 侦探在警察面前推理起的事情真相 真正的凶手应该是罗杰斯 他当天与小说家吵架走了之后 又溜了回来 小说家确实算自杀 但血检报告的首页 是女仆发现罗杰斯的小动作 拿去威胁他的 于是罗杰斯绑架了女仆 给他注射马飞后 把血检报告首页转发给了莱拉 然后发短信告诉莱拉 女仆被绑的位置 好把一切嫁祸给他 这时莱拉接到医院电话 说女仆度过危险 打算指证罗杰斯 这下罗杰斯不装了 开始笑脸承认了一切后 开始慢慢莱拉 叫她妄想的得到自己家族遗产 可谁知莱拉的电话是假的 而她承认罪行的话语 却被警察录了下来 你说好好的美队不当 干嘛要去当一个坏人呢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